這個滑車實驗 有人會做一些改變 到底就看得到 好 剛剛我已經講過了 把馬從滑車改到襯盤上 你改變了什麼 什麼沒有改變 這我剛剛講過對不對 我剛剛講解過了 以這樣子移動 如果你的動作是這個 把它拿到吊盤上 那你改變了誰 誰沒有改變 停車 戰界問 可愛 大美女或大帥哥 這個叫做大帥哥 三一 太亨了 很好 來 我剛剛已經講解過了 這樣移動過去 你改變了什麼 什麼沒改變 改變誰 質量沒有改變 受力怎麼改變 改變誰 小便受力的大小 很好 請坐 這是我剛剛講解過的 所以我改變力的大小 但是受力只要沒有變 所以要做的事情是外力跟加速度成 正比 有人把他題目變形了 有人把他題目變形了 把馬拿起來不放在吊盤上 放到旁邊 那這時候你改變了什麼 什麼沒有變 滑車吊盤擺好 然後現在把滑馬拿起來移到旁邊放 放到旁邊去 這個時候 你改變了什麼 什麼沒有變 誰是受力質量 誰是受力 剛剛部長的問題 你就知道 然後就會變成另外一種題目 變成另外一種題目 OK 請問你 如果我是這樣做 放到旁邊去之後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哪一個呢 來 來 我們要找一位大美女 找一位美女 分 好 錢小老師帶了 改變什麼 你說什麼 改變受力 質量 講話斷句很奇怪 你到底是改變受力 改變受力 什麼沒有變 受力沒有變 請坐 我們改變了 受力質量 但是受力沒有變 因為你的受力質量是全部嘛 全部嘛 他把它拿走了 所以以後質量就變了 力量是吊盤嘛 吊盤沒有改嘛 所以這樣 所以如果這樣做實驗 會變成什麼 力量一樣 然後 加速度會跟指量成 反比 但如果指量會成反比 就看題目怎麼出 如果有人要出的話 如果有人要出這種題目 就看他怎麼做 你就知道誰變誰沒有變 該代成 你就會曉得了 然後還有一種變形 還有一種 就是多一點就這樣 就是 他離地只有一公尺 可是滑車跟那個 最後的終點 距離1.5公尺 所以呢 那個滑車 把碼旁邊的吊盤 把碼著地之後呢 他還沒有到底 後面還有一段路要走 請問你 這一段路做什麼運動 這段路做什麼運動 聽懂嗎 他 吊盤 吊盤 跟吊盤的砝碼 離地只有一公尺 滑車離終點有1.5公尺 所以吊盤著地之後 他還有 0.5公尺要走 這0.5公尺 他做什麼運動 這也有人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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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什麼運動 然後你畫的所謂的VT圖 就出現的狀況 什麼樣的狀況呢 可愛大帥哥 呃 帥哥 32 32 正常 快點 我已經看你兩個選啊 50%會猜對啊 等速度等價速度啊 你說等速度喔 你說等速度啊 你說等速度啊 對啊 好 那就對啊 你說 等速度運動 為什麼等速度 因為等到那個吊盤 跟吊盤的砝碼著地之後 就沒有受力啦 被撐住啦 沒有受力了 老師說 不受力或合力等於你的時候 進者恆進 動者恆做 等速率直線運動 等速度運動 所以等速度運動 如果要讓你更麻煩一點 又加上摩擦 加上摩擦 加上摩擦 我們剛才講的 他沒有摩擦 等速度 有摩擦他就不是了 所以看你題目想要出的 如果有人要出的話 因為我說現在 先找人出這個題目了 如果有人要出的話 那他想要出的多麻煩 他想要出的多麻煩 要不要有摩擦力啊 要不要有摩擦力啊 那個秤排有沒有著力還在跑啊 之類的 讓你能夠理解一下 就是 讓你了解 整個徹底了解一下 我們滑車實驗在做什麼 能夠了解什麼 誰是我的控制邊音 誰是我的操縱邊音 OK 拜託